下面我们答题六个问题是 摊个的闪失 我们都会在失衡点的那个位置去发力 这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值 为什么呢 如果你在平衡的时候去发力 再去移动 那么你整个的闪失速度会非常的慢 但如果你全部到位了才来闪失 你的闪失速度也特别的慢 为什么 因为你移动到位了再做 你的音乐值就偏厚 你站在这个角去做 音乐值虽然没有完 可是移动做完了再去移动 从巴力到定位的距离太长 这也不合理 那么最合理的是什么呢 在我们的重心单脚的时候 你不能巴力 你要驱动到一个失衡的位置 快失衡了 我现在没有失衡 再多一点我就要失衡了 恰好在没有失衡到失衡的边缘 这个时候去发力是最合理的 因为当你快到失衡点去发力 到这边的距离就会很短 时间值就会很短 另外一个也会让你音乐的切分站在最前面的位置 而不在后面去用音乐 这就是合理的部分 同时呢我们想一想 在切分的音乐处理的时候 又在失衡点上的时候 会有一个出其不意的一个效果 别人以为你在移动 结果你是在闪失 如果你站在这儿就去反应的话 就会显得很笨 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家要去找准这个点 太多了你就失去平衡了 做不了 太少了你做了再去也太笨了 你完全到位了再去做 时间值更慢 那么我们看看音乐值 这是切分 我在做没有切分的 这没有切分 我在到了再做 这是到了才做的 我再做一个正确的 三四五六七 我全都用了切分音来做的 这就是失衡点和下放点 失衡点上做的 那么如果我们有一动 我们要在失衡点 如果我在西班牙托姆回来 我要在这个位置有一个膝关节的松弛的时候 断牙式的松弛的时候去做 我不可以怎么样的 放好分身 没有膝关节的失衡 我也不能这样 闪完再下降 这也太慢了 落差太大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要应用到膝关节 所以瞬间下放的时候 给到散事 瞬间下放的时候给到散事